汤白粉的染散面 这两边粉染 这边 现在染两边以后它就比较厚重 我们加一点 珠标加属红 两个颜色 比边线颜色要浅一点 钩的时候 这边的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轮廓线重一下 这筋呢就从这里转进来 我这因为原来有墨线了 那么就是 重重重复一下 这这边呢要虚出 这边呢也是 虚出 到边缘呢就消失了 不要勾得很死 它是比较 暗含在花的颜色里面 不是那么太清楚 这边的 顺着花 走的方向 啊 转出来 这个有这个花巾 就把花筒的这个 体积感 它的转折就 转出来 然后飞 虚入虚出 从这边 从这边 把这么勾也可以 虚入 虚出 虚入 它就到头里边去了 有个转折呢 有个转折呢也可以让它 如果 转得不太 它 不这个 理想的时候呢 把它勾一下 啊 它转折就比较 清晰 这叫收拾 最后阶段呢 比较完整 这点要用比较重的来拖它 嗯 这个这个反面的这个筋呢 要用 橘黄 啊 比它重一点就行了 是吧 不能用那么深的色了 都加点黄 啊 朱红加藤黄 来勾